汉光35号演习 重头戏就是战备道起降 今天清晨在彰化战备道登场 三型主力战机 包括首度公开演训的F16V 以及国人熟悉的IDF金国号 幻象2000都参与操演 验证战时启用战备跑道 还有空军后勤支援与补保能力 魁魏12年 再度在彰化战备道实施操演 这也是蔡政府任内首度的战备道演练 蔡总统也亲自教育 验证三军联合作战效能 放下起路架 开启落地灯F16V 打头阵完美落地 奉展专案概念的F16V 首度在公开演训中亮相 吸引众人目光 IDF金国号 幻象2000同样不逊色 三型主力战机 接力演出 汉光石碧演练重头戏 战备道起降 清晨在彰化战备道被断实施 四架战机降落之后立即展开油弹补给 OH-58D直升机执行战场征搜 H1W直升机负责空中警戒 发挥3G联合作战效能 F16V整补之后 再挂载鱼叉反舰飞弹 IDF挂载天剑一型空对空飞弹 与6枚500磅炸弹 幻象战机则携带 鱼母跟魔法两种空对空飞弹 完成整补之后 战机陆续起飞 这是继2014年民雄战备道之后 再次进行操演 也是蔡政府任内首次的战备道演练 战备跑道起降演练 就是这么一个复杂 而且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但是大家齐心协力之下 成功地达成我们预期的目标 这是我们国军可视的战力 这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国防 蔡总统亲自教越 替空军加油打气 还比了个大大的赞 战备道操演 模拟台海发生战争 机场遭到共军飞弹损毁 利用战备道 让各战机恢复战力 更验证空防能力 记得消费 游翔3 梁志祥 张华报道